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炒鸡实验室 我是鲁蛋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一款国家3A竟然直接引爆了装机槽 哪怕离双11还有一段时间 也已经有可能小伙伴不及待了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装机方面的需求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不许本期视频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和一天一样 根据小伙伴们不同的装机预算 我们每一期配置键也会给出不同的参考方案 那么视频开头依旧是分享一下最近的12行星 首先 产品方面 英特尔CPU翻车的消息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英特尔13代14代i5以上带KCPU并有安全隐患 虽然英特尔针对这一点更新的BIOS和保效措施 但仍然无法完全避免 所以目前中高端进行我是不太特见英特尔的 那么对于已经买了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更新最近版的BIOS 虽然会损失一定的性能 但更了之后就基本不会出现黑的话进不去的情况了 那么高端不特件 低端一些的12代就应该可以选择的吧 原本我也是这么想的 比如12600KF这颗U原本只卖89百块钱 下比还是很高的 但没想到13代14代翻车之后 12代竟然还涨价 12600KF短短一个月 直接涨到了1300块钱 1240F也有200块钱的涨幅 信号比是彻底没有AMD的高了 而AMD这边也是有点迷 在没有13600KF做对手以后 旗下的780X2D也是从2300块钱左右 直接涨到了3000块钱左右 而且货还极少 好在其他型号的价格还比较平稳 整体来说装机信号比还是高过银耳的 所以真的不是爱黑啊 咱老百姓哪个便宜 买哪个 因此本期配置大多是CPU 都会以AMD为主 那么接下来就是真正商节啦 预算从GTA高 首先是千元价格段 这个价格的主机受限预算 因为主要是轻度网友和办公 CPU首选的就是5600G了 规格方面拥有6核12线程 所以高加速频率可达4.4G核资 默认功耗65 虽然性能比不过价格更低的5600 但因为自带核显的缘故 在这个价格段综合下来信仰比反而更高一些 它自带的VGR7核显性能和750Ti差不多 在1080P下玩玩中化者网游还是很不错的 考虑到APU比较吃类存性能 所以类存选择的是微钢3600平均的双八截度约条 在高频和双道道的加持下 核显的性能可以完美发挥 手搭配的主板则是微星的AO22M钢A Pro 虽然AO22M是入门主板 做工原料都比较干 但毕竟是微星大堂出品 质量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性价比不错 由于5600G的功耗发热很低 普通四热管卷得很好的压制 所以散热这里用的是亚军的12V2 而硬盘的选择则是微钢的S20 虽然独卷性能不算出众 但好在是原厂颗粒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5800E42G的容量应对办公也算基本够用了 最后电源和机箱的选择上 由于5600G这一套功耗较低 因此没有必要选择大瓦数的电源 一台5800的安乐美近伏N500即可满足全部需求 即便后续加装显卡 只要不超过150万都问题不大 所搭配的机箱选择的是玩家能进mini 这是一款价格非常便宜的小韩简房机箱 安装时建议加装两把风扇 这样不仅能让机箱温度保持良好 颜值也是刚刚的 就算来到2900段 搭配出来的主机会更符合游戏定位 不过由于整体性能依旧比较一般 所以主要适合网游 CPU方面我这里选择的是英特尔的12100F 适合8线程的规格 最大加速频率4.37赫兹 相较11代 12100F的单核性能有着显著提升 而这点在网游方面还是挺吃香的 毕竟大多数热门网游都比较吃单核性的 对核心数量的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虽然四核发在如今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但满足网游使用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预算有限 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预算留给显卡 和CPU搭配的主板 选择的是微信的proh60m-e 毕竟12100F定位入门发热和功耗都很低 所以选择相同另外的主板也很合适 当然选它的另一个理由还有价格便宜 毕竟是微信大厂出品 即便是入门主板 它的稳定性和BIOS易用性也会比三四线表现的更好一些 再看搭配的内存 由于从12代开始 英特尔不在客的型号会所SA电压 所以没有必要选择高频的 默认的3200兆频率就已经足够使用了 至于品牌这里 我选的是微刚的威龙第三五系列 原厂颗粒稳定性和质量也是有保证的 而双8G的容量对于网约听见来说属于刚刚好 没有特殊需求基本无需升级 当然如果你想预留升级空间也可以联系客服换成单根16G的版本 由于12100F的功耗发热很低 所以散热器没必要上太好的型号 普通四轮管接着很好的压制 我这里选择的是亚俊的E3v2 性能够用的同时价格也很便宜 且自带RGB灯光 最后12100F这一套功耗确实不高 所以机箱电源依交扣用无需升级 此下的预算也有个简单后 我选择是银通的RX6500XT RX6500XT正常卡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以它的性能在10MP绝对分辨率下 可以中高画质流传运行各类网游 看大家常玩的CS Apex 等游戏都能跑到白阵以上 而单级方面 由于显卡自身的性能以及显存限制 只能体验古如古墓地影这类优化就好的游戏 客人画的话还是压力有点大 就不要抱有期待了 预算来到3000加位段 搭配出来的主机终于可以唱完黑五轰了 首先CPU我这里升级成的AMG的5600 相较12100F5600又有更多的核心线程 更大的三环 以及更好的单核性能 对于显存化来说 这里面重要的还是核心数量 由于显存化是有低加密技术的 会额外吃掉CPU的一部分性能 所以核心数量太少的话 会造成CPU瓶颈 从而拖累显卡 选择5600的话就基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六核心也是目前三辆大座的主流优化 当然除了5600外 英特尔的12400F也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性价比没有500来的高 目前这两个CPU本身就差了100多块钱 且英特尔的主板叫AMD也更贵 所以综合下来还是选择了5600 因为5600这颗U的功耗并不算高 所以搭配的主板 我们依旧选择了微信的A520M 散热器则是升级层的亚军的B3Pro 这款散热器也是个经典型号了 压制5600可以说是轻轻通通 搭配的内存选择的是微杠的双8T内存 原厂颗粒 品质又保障 16G的容量玩游戏也基本够用 搭配的固态有之前的微杠S20 500G 实际层的微杠的S20 1TB 毕竟现在三安大作的容量都很大了 如果是500G的话就很快就不够用了 1TB的话会好不少 显卡这里选择的是憨迅的6750G2E 经纪版10G 不大两件化的价格 性能媲美4060 也比自家最新架构的7200要更强一点 可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实测3DMark Time Spy 接近1万分 1080PCI 黑悟空高花质能跑到80帧左右 如果开启FS2能跑到100帧左右 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4060光追性能更好 但这个级别的显卡都属于轿入门的定位 开不开光追 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这个交流段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英特的AT70 实测3DMark Time Spy 接近15000分 不过虽然理论性能很强 但驱动依旧是老大蓝 非VTR12游戏帧数和稳定性都会有加大影响 一些非热门的游戏还会出现无法运行的问题 所以不推荐小白入手 最后由于简单平台公告比之前更大 所以搭配的电源也是做了一点升级 现在是550瓦的 高负载下使用表现会更加从容 作为主机的心脏 电源用好一点也是不会吃亏的 预算来到4000价位段 CPU依旧选择的是AMD的5600 规格方面 采用6核12线程 最大加速频率4.4G 拥有342兆三环 以它的性能 应对日常娱乐和办公都完全没问题 搭配的主板升级成的微信的B50ProVDH 这款主板是今年上半年才发布的 规格介于入门AV20M和主流B550M之间 属于盖板B550M 但好在供电依旧支持6项 带到5600 570参递 580参递 这类优是没什么问题的 最大的优点 我觉得还是带有四个内存插槽和两个M2插槽 方面玩家后续拓展 散战方面 由于CPU没有改变 所以还是选择了亚军B3Pro 内存和硬盘也同样如此 在够用的情况下就无惧升级了 最后显卡这边选择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40650 虽然这样个方面 它比6750G2E实际更贵 但有一说一 N卡对游戏方面的优化也确实做得更好一些 语言性的方面 4060 3DMark 它们失败 接近11000分 游戏性的方面 1080p 高画质下 黑悟空能够跑到90升左右 还是非常流畅的 如果开启大率数有3.0 这数更是直接来到120升左右 这样可以保证BOSS战这类复杂场景下不卡顿呢 如果想用一样的预算买到更强的配件 那不妨来评论多看一看吧 持续打开评论多APP 搜索87167 点击图片 或者点击评论局直击链接 就能直达 活动专场 评论多百页补贴 开绝技活动已经开启 手机电脑数码 爆款限时支架 平台加码补贴 一致4.3折起 一键配齐各类装备 让你省钱又省心 逛工资价 8,650元的索菜4080书款显卡 百页补贴后只需7,594元 历神1056元 10240克流处理器 搭配16GGDR6X显存 基本在4K高画质下也能轻松上玩黑悟空 逛工资价7,470元的联强承设者Y7NP游戏本 百页补贴后只需6,433元 逆省1037元 i713650HX标压处理器 搭配RTX4060主流显卡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生产力就能完美生日 之后 除了DIY配件外 手机数码 在拼论多买也是非常的划算 像苹果最新款iPhone16系列就能至高直降1000元 目前活动已经开始了 每年商量都很好的16256级标准版 官网售售价699元 来拼论多百页补贴只需639元 逆省600元 A18高性能处理器加8GB大运存 保证大家又能轻松攒三连 除了价格给例外 所谓白衣补贴商品 承诺假意配饰 并且还有更明显双种保障 我自己也购买过不少数码商品 承诺安全上升了 预算来到五线价位段 显卡我们可以继续往上升级 我这里选择的是更新的4060Ti追风 相较4060 它的综合性能提升了20%左右 理论性的方面 在3DMark Time Spy里能跑到13000分 有益性的方面1080P最高画质下 黑悟空能达到百真以上 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品牌方面虽然更新追风 做工用料比较一般 倒好在40系本称的画比非常 主色 所以日常使用也是没啥问题的 对于这类功耗发热较低的甜品卡 我当然会优先选择性要比高的呢 再看其他配置 CPU 我这里设计成了英特尔的i512400F 规格方面6核12线程 最大加速频率系列4级核子 之前也说过 英特尔的CPU从11代到12代有着一个质的飞跃 大核性能提升很大 而这个i5有着6核心 多核表现也不差 所以无论是网游还是单机 多能很好的应对 虽然CPU功耗不大 但毕竟预算充足 所以配置还是要均衡一点 因此主板我这里选择 主板是华硕的H60M-A 这款主板属于H60M里的天花板 含用了八项供电 双耳门减二硬盘接口 且支持成功同步 主功耗料都是挺不错的 当然方面 虽然12400F的发热并不算大 但为了后续的长久使用 我还是选择了亚军的B3 Pro 而固态则是升级成的西数的SN580ETB 同样都是原厂颗粒的情况下 它是PCIe400的熟绥 主角性能会更加出色 最后由于配件都进行了升级 等到平台的功耗比之前也更大一点 所以电源这里也升级成的安耐美的 同排650W 机箱只是换成的空间更大 散热表现更好的隐时Respi 配置版本也是带特的玻璃的 装装风扇后 原则表现不错 预算来到6000架位段 按照配置优先升级显卡的思路 我这里选择了蓝宝石的780XT 贵格方面 780XT 拥有3840克流处理器 最大交通频率可达2565Hz 理论性的方面 在3DMark Time Spy里能跑到21000分左右 而游戏表现在2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配偶空帧数也能轻微破百 以目前3600左右的数据来看 这张显卡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属于2K通吃的级别 780XT的功耗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电源这里升级成了安耐美的金牌650W 机箱也进行了升级 更换成了爱国者的心脆小兰 这款机箱也是非常的火 它的侧面和前面都有大面积的车头玻璃 视觉效果非常棒 而且它的体积小小 适合桌面使用 散热方面采用了顶部后部出风 底部进风的布局 整体兼顾了美观和散热性能 预算来到7000架位段CPU可以再升级一个档次了 由于2600KF涨价太多 所以这里选择的是AMD的7500F 因此这也是一套3A平台 贵位方面7500F拥有6核12线程 最大交通频率5.0GHz 频率和三缓都要比相同定位的12600KF表现更好 而且目前价格也是它更加便宜 所以非常值得选购 和CPU配套的主板 这里选择的是华硕的B650M-K 虽然这款主板在B650M里属于比较盖的那一档 但毕竟定位中端 比定位更低的A620M还是要稍好一些 过年方面这款也是给到的7项 带动7500F还是很轻松的 大厂主板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品控不错 稳定性良好 而且BIOS应用性方面也有优势 而散热方面7500F的功耗并不算高 所以依旧选择了亚俊的B3 Pro 而类存方面从7000系列轮轮开始 增测架构的处理器就只支持D5类存的 所以选择的是6线频率的微观类存条 由于有分屏的影响 更高的频率是没必要的 日常使用记得开启XMP9号 圈高方面保持不变依旧是蓝宝石的780XT白进版 搭配7500F和D5类存 增重方面比上套还率有提升 表现最好的当然还是网游 毕竟7500F有加大的粘缓 这点对于网约层程还是非常明显的 其他配置在够用的情况下保持不变就好 运算来到8线教会段搭配出来的主机就要考虑坚固生产力的问题了 所以配置方面 我们回归英特尔加英伟达的配置 CPU这次选择的是英特尔的12600KF 适合12线程的规格 最大加速频率4.9GHz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生产力 表现都十分均衡 搭配的主板 我这里选择的是明圈的B760M终结者 进行CPU的价格确实有点高 只能在主板这边进行压缩了 不过就算是明圈 这款主板的配置也选的是不差的 功能方面足足给到的实相 背奥式虽然比较简陋 但不削屏的情况下 开开掌批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是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这套默认不削屏 所以散热器方面 选择6两管的PA120RSE就好 以它的散热器能压制出这颗i5还是没问题的 内存则是升级成的32级的两脚底四 由于DECA处理器不少SI电压 所以频率方面选择的是更高一档的3600频率 这样网友的表现也会更好一些 来到更重要的显卡 再剩下其他月项后 我们可以选择N卡的4070Super了 品牌则是更称的三风扇追风 贵贵方面4070Super拥有7168个流处理器 192比特的位宽 在3DMark Time Spy里能够跑到21500分左右 而游戏表现方面 开启大约水头3.0后 开启化4K高花质能够稳定在60帧以上 体验还是相当好的 而且除了打游戏以外 生产力方面也是N卡的强项 127的大远程面对剪辑训练也是游刃有余 最后在电源沟用的墙下 机箱我选择的i5的新菜兰 这款机箱拥有270度的全新车头 能够轻轻展示内部硬件 双面高透光玻璃让这个机箱看起来还是很有质感的 全白色的现代主要风格可以与各种中美环境搭配MX的一个小小尺寸 也适合空间有限的用户 简体而言 这款机箱在视觉和使用性上都表现得很不错 预算来到9000价格段 升级407太舒服的话 预算是不够的 选择9000系内容的话 这个预算溢价也有人高了 因此 这里建议升级一下其他配件 让整机的搭配更合理一点 CPU 我这里升级成的12700KF 拥有刷压盒20线的规格 最高加速频率5.07赫资 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玩游戏 表现都要比11700KF更好一些 所搭配的主板 选择的是华硕的B760M转跑手 转跑手系列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 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均衡 基本没有明显短板 可以说无论是功能性还是稳定性都做的非常不错 可以发行使用 由于没有超频的需求 随散热依旧选择的6热管的立名PA1200RSE 热热条也依旧是332级的微刚微龙 出在这里升级成的2TB的SN770 全都是PCIe 4.0的速率 毒线性能相较580表现的更好一些 2TB的容量放一些紧急素材也是比较够用的 最后考虑到后续可能会有升级的需求 电源我这里升级成的长城的华夏琴 750瓦的竞牌全模组 且通过了X3 3.1认证 通号释放稳的一匹 周围主机的心脏 电源用好一点是不会吃亏的 机箱则是选择了自由之意的H908 这是一款设计简洁大方的白色钢化玻璃 侧透式机箱 其独特的双重过滤防尘设计 能有效保护内部硬件 免受灰尘侵害 同样延长使用寿命 宽敞的内部空间 制式动动主板的尺寸 以及硬件组合 方面用户自由搭配 同时机箱也设有多个风扇位和理线空间 确保内部环境整洁 并能提升散热效果 预算来到外面较为一段 显卡就可以升级成4070ti super了 作为407改款里面最值得购买的型号 它的性能虽 虽然只要70ti提升了10% 但最重要的显存和带款确实有了较大提升 因此除了游戏表现更好之外 生产率的效率也是显著提高了 如果这个价位段想要同时兼顾游戏和生产率 选它的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啦 如果想要追求极致的游戏性能的话 AMD的790XXX也是这个价位段当之无愧的选择 这张卡黄除了指名规格报表外 实际性能也是非常给力的 就算不开启光追 仅凭传统的光扇性能也可以在4K分辨率下 唱完许多游戏了 其他配置方面 CPU我这里生一生的AMG的9700X 虽然780XX的游戏性能会更好一些 但目前的溢价确实有点严重 而且考虑到要兼顾生产力 选的9700X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无论是理论性能还是游戏性能 它都比隔壁的1200KF表现更好 也没有收钢的风险 搭配的上传器 我这里依旧选择了匿名的PA1200RSE 对于一个工化效率的高端CPU 诱热管也是足够稳压了 至于类层方面 9000系依旧是6000频率最佳 所以还是微钢的微龙系列就好 电源方面 由于790XX的功效较高 所以这里升级成了1000W的金木牌巨龙全模组 而如果是选择四年轻太舒服这一套的话 那电源选择商城的上一套750W 滑下行就好 这两台电源都能很好的带动所搭配的平台 机箱的搭配 这里选择的是爱国者的新菜大蓝海景房 从名字就能知道 这款机箱是新菜蓝的扎大版 以无力柱双面侧的海景房的设计为主要特点 纯白版本采用超白钢化玻璃 展示aigb光污染时效果会更加出色 机箱尺寸方面则达到了467x240x513毫米 内部兼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支持双散热零水冷或185毫米的风能散热器 120毫米的风扇位则扩到了足足10个 并且左右侧板和梯盖采用卡购式的结构 免工具拆装也是非常的方便 底部的防尘网也可以免工具拆卸清灰 显卡充容性也是非常的出色 最大支持长度达到了400毫米 并预制了显卡支架降低显卡对嘴板的压迫 总体来说 这是一款设计精致 功能强大 颜值不高的含金房主机 还是非常适合资格加强的配置使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尝一下弹幕是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下方补充 欢迎弹幕评论留言讨论 当然了 也别忘了打开频道的APP 搜索把气摇流机 而不得活动还是很给力的 我是卢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